來幾句話 今天的主辦單位 行政院地方談判公司 楊護從談判代表 還有我們的協辦單位 花蓮縣經濟國商業統一共會 劉理事長 還有我們來自火花會 來自中小企業處 還有來自關務署的各位長官 在場的我們今天的主辦貴賓 和董事還有陳總經理 還有我們東華大學的各位老師 以及未來我們盛會的企業家們 大家午安 我今天來代表執行單位 感謝大家這麼踴躍的出席 對這個議題有感到很強烈的興趣 這邊我們看到這麼多人 我們就想到說 前一陣子我們來到花蓮 跟花蓮縣政府 請花蓮縣政府幫忙 觀光處各單位都給我們介紹 很多相關的公協會 所以看到這麼多人 我們就非常感謝花蓮縣政府 給我們這次的支持 那我覺得大家共同關心 這個議題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動的 因為美國對我們是何等重要 我們美國是我們台灣 第二大貿易和貫國 那我們也是美國 第八大貿易和貫國 那對台灣我們是以貿易的立場 來發展這個經濟 假如我們對這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的議題 假如大家不關心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非常擔心 可是看到那麼多人關心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到我們 非常有振奮 還有今天花蓮縣 經濟國商業同學公安 還有很多禮堅士 也在公務之中也出席 我覺得我們業界政府官員 還有其業界大家對這個議題關心 那我們就有前進的動力 前進的動力 那所以我在這邊上台是表示 對各位的出席表示感謝 那剛才楊副總提到這個 台美21世紀貿易倉議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大家都知道可能都是貿易的談判 可能在講關稅等等 可是今天的局勢是改變了 世界上的規則改變 法治的追求 整個結構性的改變 它會影響到我們台灣未來的根本 那今天這個產品 等一下各機關會來說明他們在談判中 過程所達到的一些 對我們廠商跟對社會的影響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了解一點 世界貿易的規則在改變 那能夠追求法治的改變 結構的改變 才是成功的最大的基礎 那我們有這個基礎分的 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所以這個就是我個人覺得 這個談判對我們的重要性 那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出席 一定會收穫滿滿 那也謝謝大家對我們台北市基礎公會的支持 祝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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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讓我們歡迎 花蓮縣進出口商業統一公會 劉希和理事長也為我們講幾句話 請教授 行政院的楊副總 還有那個臺北市市府口公會的黃民住長 還有喜住長 還有花里各界企業的現進 还有我们很多的动华大学的学生教授老师们 以后你们都是台湾的精英 台湾要靠你们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U.C.正宴 主办了台美21次倡议的说明会 所以我刚刚接任 所以对外销这个方面非常的不了解 因为我主要的是做练销生意 所以我们有外销的问题 我们就交由专业来解说 等一下我们会有很多专业人士来帮我们解说 我们跟美国签议签议对21世纪倡议的贸易协议的新规划 我们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